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分大人小孩 香港人空前团结 香港经常响应大伙的诉求 甚至还把登机看板 改成从香港飞往自由 不但是最后召集 甚至连航班的名称 也是HK726 香港7月26 贴心呼应当天的主题 反送中群众遍地开花 27日更打算光复元朗 重返白衣人攻击市民的地方抗议 尽管集会申请遭到港警拒绝 但香港网友随即发挥创意 不但要在元朗举行礼鹏追悼会 号召网友一同来趟元朗文庆一日游 还说27日当天是国际老婆饼日 要大家自费去元朗试吃老婆饼 香港歌手合运师还在脸书发文 宣布要在元朗举行流动签名会 要大家去元朗捕捉野生的他 面对可能一触即发的冲突 钢警也摆出高姿态 动员四个总区 大约2500名警地进驻 要亲全力控制混乱场面 驻港部队严格遵守香港基本法和驻军法 忠实地履行防务的职责 已经成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北京当局更不能告料提醒 中国还有一支驻港部队会依法采取措施 维护香港稳定发展 港府元朗行动是否会计划几名对立 甚至让中国出手干预 东方民族的动向全球都在关注 三地新闻文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